这个疯狂的男人手持着平衡杆正要走上一根钢索 而这根细细的钢索正系在400多米高的世贸双子塔上 在一口沉浸的呼吸后 他迈出了第一步 眼前的云雾散开 晨光中的纽约就在他的脚下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甚至也没有任何保险公司为他作保 因为这场行动是非法的 而他也是偷偷溜上来的 目标从世贸的南塔走向北塔 为这一刻他已经足足准备了六年 如果成功 他将踏上走钢丝界的最高点 但如果失败他则直接坠至人生遗憾的终点 更会沦为让人永远惋惜的笑谈 两栋楼的直线距离并不长 很快他就走到了 可这家伙却回望起对面 产生了深深的不满足感 他竟然再次回到钢索上 重新往南塔走去 但这时两个警察赶来了 眼看着就要到达对岸 而为了躲避这俩警察 他把平衡杆放到背后 然后一个转身又回到了中间 甚至停了下来 做出了让人倒吸凉气的表演 放下平衡杆下跪 向整个纽约致敬 随后他更是直接躺在钢索上 感受着这种人生中最巅峰的安宁 很快对面楼也来了一大帮警察 嘶吼着让他赶快上岸 警察要逮捕他 就这样他被困在中间 心绪被各种嘈杂声干扰着 风也越来越大 而地面上早已挤满了观众 仰望着这个命悬一线的伟大疯子 这个人就叫菲利普 唯一一位向世贸大厦 把起挑战的走钢丝艺术家 从小天赋异禀的菲利普 就靠着自己往树上系几根粗麻绳 开始了自学之路 随着绳子一根一根减少 直到只剩最后一根 他成年了 也深深掌握了平衡技巧 然后就被无法理解的老爸赶出家门 从此开始了巴黎街头的卖艺生涯 只要见到两个直立的物体 他就想在中间系根绳子 开始自己的表演 不仅吸引来大量的观众 也吸引了一个同样在街头卖艺的小姐姐 直到68年的一天 他看到了纽约正在见世贸双塔的消息 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梦想在这两座世界之最中间也系上一根绳子 还把这个伟大计划浪漫的分享给这位女朋友 但说实话 菲利普没有受过系统训练 连固定钢索都不会 经常走到一半稳固装置崩裂 人摔到地上 同时他还有着心态不稳的毛病 总在快到终点前就放松下来 导致重心不稳开始剧烈抖动 甚至还差点丧命 在一次表演中 因为受到游客的无情嘲讽 就乱了阵脚掉进水里 所以他只好来找早年认识的马戏团长 学习固定绳索的技巧 以及如何稳定情绪 团长也告诉他 看来技术并不是一个人的上限 心态才是 而为了激发这种心态 他选择来真格的 直接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了巴黎圣母院 然后大半夜溜上去 和同伴固定好一根钢索 到了清早 他就开始了壮观的表演 而这一次他成功了 空中还单膝下跪置以静意 围观的群众叹围观止 结果一下来 他就被警察抓走了 不过很快又被放了出来 从此一站成名 上了报纸 受到很多人的关注 而这时世贸大厦封顶的消息 也传到巴黎 梦想的时刻就要来临 他果断带着女友来到纽约 开始了实地考察 趁着工作人员的不注意 悄悄溜上了天台 站在一根突出的钢架上 向下望去 好好感受这400多米高空的气流 世贸双塔已经快完工了 成为了当时的世界第一高楼 菲利普和伙伴们研究者 如何在两栋楼间固定好钢索 而且一定要稳 最终团长确定好了一个可靠的方案 可他不忍心菲利普这么玩命 要求他还必须系上安全绳 因为在这种高度 楼下的人也看不出来 但菲利普可不会为梦想妥协 两人大吵一架 菲利普反问团长 如果是你表演 你会系安全绳吗 然后他又开始了测训 让女友试镜摇晃钢索 模拟高处的大风环境 菲利普也把走钢丝的日期 定在了74年8月6号 但接下来他们又要面对更棘手的问题 成敦中的钢索和设备 要怎么突破层层安保 偷偷运上楼顶 而且还是两栋楼 菲利普每天假扮各种职业 混进大楼考察 四处拍照 还穿着工程师的行头 进入工地 到处寻找安保漏洞 结果 就剩下三周时间了 脚竟然被扎穿 但他也是不管不顾了 哪怕拄着拐棍 还要继续往楼里面混 但这次他引起了一个人的怀疑 眼看着要败露了 结果这个人是他的粉丝 曾目睹他在巴黎圣母院的表演 而且这位老铁 还是入住顶层的公司老总 这下可太好了 菲利普直接拉他入伙 顺利解决了送设备上楼的问题 之后的这些天里 又有几个给力的伙伴 加入行动 现在人手也足够了 终于到了走钢丝的前一天 他们加班成装修工人 带着货物进入大厦 虽然几次差点被发现 但最终还是绕过安保 有惊无险的 把钢索运到了天台 对面的同伙也已就位 他们用弓射过来一只剑 可菲利普找了很久 也没发现剑在哪 等看到时 剑已经在楼边摇摇欲坠 正要掉下去时 他一把抓住了 剑上系着一根细细的鱼线 就这样 菲利普拉动鱼线 从对面拽过来一根粗马绳 还有对讲机 两边也可以通话了 然后再用这根粗马绳 扣住钢索 让对面的伙伴拽回去 但钢索太重 他们一个没抓住 就直接滑了下去 菲利普和同伴使劲拽 也拽不住 下滑的速度越来越快 连护栏都被摩擦得冒烟了 他迅速冲到后面 把钢索的一头 加紧固定在钢筋下 总算控制住了 但天也快亮了 他们必须加快速度 对面的伙伴再次慢慢往回拉 终于到了早上六点 他们把整个钢索搭好了 女友也已经在楼下 等了一个晚上 菲利普做起最后的准备工作 他把自己的护照 塞在衣服内兜 然后准备穿上表演服 虚惊一场 但也没有办法 菲利普只好忽略掉这些细节 穿着单薄的线衣 踏上了钢索 在纽约街头 这个小姐姐兴奋的大喊着 快看 那是我男朋友 路人抬头一看 简直不敢相信 她男朋友正在世贸大厦上走钢丝 路上的行人 立刻关注起 这个400米高空中的疯子 菲利普很平稳的 一步步走向对面 两栋楼距离43米 他很快就到了 路人也热烈鼓掌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菲利普却坐在楼边 想想这么多年的努力 几分钟就过去了 又小有失落 然后在大家的注视下 他竟然再次回到了曼哈顿的上空 而且中途停下 单膝下跪 可那伤口早就开裂 血都渗透了鞋底 但他却毫无顾及 伸手向整个纽约致敬 正当要回去的时候 两个警察上来了 逮捕了他的伙伴 劝他也赶快回来 可菲利普在快到达时 又一个倔强的转身 走了回去 两个警察下的心脏病都快出来了 然后他又一次下跪 继续着自己的表演 直到对面楼也来了一大帮警察 不光喊着要逮捕他 还一遍遍重复着别掉下去 就这样他被困到了钢索上 再次转身回到中间 甚至把平衡杆踩在脚下 开始和警察对峙起来 而这边的两个警察 比他还要紧张多了 惊恐的大口喘着粗气 到了第三次轮回 菲利普继续转身 这次又干脆躺在了钢索上 享受起这种超越了99.99%的 地球人的巅峰快感 而这会儿地面上已经围满了观众 大清早巴尔也不上了 毕竟这大场面 上50年巴尔也不一定能见到 菲利普继续躺在钢索上 但突然一只海鸟飞到他面前 两个家伙竟然还对视了几秒 一瞬间他感受到了巨大威胁 心态急转直向 他马上坐了起来 意识到情况不太好 准备走回去 可这会儿满脑子都是钢索 会不会断掉的疑虑 正想着北塔的稳固装置 真的崩裂了 好在他稳住了自己 但紧接着警方竟然又派来了一架直升机 飞到了他的头顶 太可怕了 这是要把他吹下去吗 高空中的气流也越来越急了 因为马上也快下雨了 菲利普心态越来越乱 为了稳定情绪 他重新调整 把平衡杆背到了背上 单手扛着 就这么一步步走到了南塔边缘 终于只剩最后三步了 那个关键时刻又来了 最致命的三步 这会儿想到以前的事物 他又抖了起来 大家吓得 感觉自己都要和他一起掉下去了 终于他稳定住了 把平衡杆抛向警察 就这样 菲利普平安回来了 还说起谢木茨 然后就被警察直接按倒 楼下的观众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尤其是女朋友 真的难以形容现在是什么心情 做菲利普的女友 是不是有点太考验人了 最终警察卸下钢索 菲利普被带走了 但他在一片掌声中 获得了勇士般的礼遇 警察也佩服他的勇气 全世界头版头条 报道了这一次非法的壮举 菲利普确实违反了多条城市法令 但很快也被释放 最后法院判他 留在纽约中央公园 给人们做表演 如今见证过这场奇迹的人们 还能从脑中回想起 1974年空中行走的菲利普 这可是真人真事 当然眼前也还会浮现起那世贸大厦高耸入云的双塔